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孟婷的黄昏故事》。今天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今天是我的生日,男朋友周晨宇特意请了半天年假,买了菜来到我家给我做饭。 在她来之前,我专门征求了合租室友宋雅雅的意见,告诉她男朋友会在晚上八点前离开。宋雅雅也爽快表示没有问题,因为她要加班到九点,不会受到影响。当周晨宇做晚饭时,我拍了一张她的侧脸照发到了朋友圈,可发出五分钟后我才想起来忘了分组,于是赶紧删除了照片。 没想到十分钟后,本来说加班到九点的宋雅雅却回来了,一进门就递给我一块小小的三角蛋糕,但她的目光却直勾勾地望向厨房那边。 她笑着说,"燕燕姐,生日快乐! 你男朋友在做什么呢?老乡啊!" 说完,她就静止朝厨房走去。 随着宋雅雅的靠近,刚刚还忙得不可开交的周晨宇突然僵住了,直到锅里的牛排快要焦了,她才回过神来,冷冷地说道:"你好,我是林可颜的男朋友!" 宋雅雅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问道:"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周晨宇呆呆地盯着锅,没有回应。 宋雅雅雅很快掩饰了失落,吐了吐舌头,调皮地说:"你好,我叫宋雅雅,你可以叫我雅雅。 她故意将雅雅两个字念得特别清楚,像是轻轻撩动心弦一般。 然后她看向我,"燕燕姐,我能不能蹭点饭吃啊? 今天真的好饿,就看在我给你买了蛋糕的份上,拜托了。 虽然宋雅雅是在对我说话,但她双手合十,带着惺惺眼的表情,盯着周晨宇。 周晨宇毫不犹豫地摇头,语气坚定,不方便,今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我们想过二人世界。 宋雅雅苦笑了一下,转身要走,但她没走两步就弯下腰,用手紧紧捂住肚子,最终无力地蹲在地上。 周晨宇狠狠瞪了她一眼,随后丢下一句,算了,一起吃吧。 在饭桌上吃了一会儿,周晨宇突然站起来,拿走我面前的碗,笑着说,来,给我们家小寿星盛碗长寿面。 盐盐,还是半碗吗? 我正要回答,坐在对面的宋雅雅静一把抢过碗,我来成吧,你已经够辛苦了,早上忙学校的事,下午还做饭,不能再让你连面都做了,成人不能白吃饭。 她看着我,带着讥讽的语气问, 盐盐姐,你说呢? 我听懂了她话里的刺意。 其实,我是个圈爸宝女,毕业后,靠着我爸的实力过上了全职收租的日子。 我爸妈名下有二十几套房子,我每个月只需要收租,平时没什么事情做。 而现在,我和宋雅雅合租的这套房子也是我爸妈的,本来我是想一个人住的,但因为怕鬼,就想找个室友。 我大学导师刚好说有个文静的学姐在找房子,于是我租给了宋雅雅。 不过她并不知道房子是我爸妈的,还以为我是个二手房东,所以在她看来,我就是个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 看宋雅雅和周晨宇刚刚的互动,显然她们认识,而且她还知道周晨宇的工作。 她可能觉得周晨宇在养我。 我笑着看向她,说,你说得很对,不能白吃饭。 既然这样,周晨宇,你把刚才买食材的小票给我,我算下钱,雅雅应该是想给我们分担点。 周晨宇今天买的食材可不便宜,三文鱼,小青龙,鲍鱼,牛排,还有一瓶中档红酒和一个黑天鹅蛋糕。 我亮出收款码,笑着说,今天这顿饭一共花了三千二百块,你给我转一千块就行。 宋雅雅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支支吾吾地说,我们还没发工资。 她眼睛一亮,转向周晨宇,我加个你微信,等发了工资就把钱转给你。 周晨宇皱了皱眉,你转给妍妍就行了,这是我和我女朋友的事,不用你操心。 宋雅雅勉强笑了笑,妍妍,你命真好,不用工作,男朋友还对你这么好。 我挑了挑眉,回答,确实命好,但不是因为周晨宇,而是因为我头胎头的好。 当然,这话我不会说出来,毕竟周晨宇还不知道我家的背景。 不过宋雅雅接着说,既然你男朋友工作好,对你也好,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丁克呢? 听到这话,周晨宇的神情一下子暗了下来。 我知道周晨宇喜欢孩子,他体校毕业,后来因为喜欢孩子,进了一所私立小学当体育老师。 但那所学校杂事很多,工资也不高。 正好,我爸因为生意太忙,打算转出一家青少年体能机构,我就帮忙签了线,让周晨宇过去当了校长,这样我爸只管收钱就好。 当然,我没告诉周晨宇这机构是我爸的。 我们谈恋爱时,我就告诉过他,我不确定将来是否要孩子,目前倾向丁克。 虽然周晨宇表示理解,但他时不时会发些学校里孩子的可爱趣事,试图潜移默化,改变我的想法。 宋雅雅见周晨宇神情低落,故意将视线瞟向我的肚子。 他问道,妍雅雅,是不是你受过什么伤害或者有什么阴影? 不然,为什么坚持丁克? 他娇滴滴地咬着嘴唇,白皙的脸上泛着红韵。 不像我,我真的特别喜欢小孩子,以后我要生三个。 宋雅雅话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了他。 宋雅雅,恶意重伤别人能让你显得纯洁吗? 你是不是经常诬陷别人? 用这种手段陷害了多少人? 宋雅雅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嘴唇微微颤抖。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从来没害过人。 我盯着他的眼睛,冷笑道,你急什么? 不要太敏感。 宋雅雅急得快要哭出来,我哪里敏感了? 我只是问你为什么丁克,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我笑着说,我随便说的,你急什么呢? 他忍不住怒吼,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责备。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不仅如此,我还能做得更多。 宋雅雅,当你当初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 这套房子是我整租的。 我之所以以低于市场价两千的价格租给你,是因为我胆子小,想找个正常的人合租。 但现在无论怎么看,你都不像是正常人,所以请你立刻搬走。 宋雅雅急得差点跳起来,我凭什么搬走? 我们签了合同,我冷笑着回应,合同上写明了,谁违约就得赔对方一个月的房租。 你之前说公司拖欠工资,求我看在导师的面子上让你晚点交租。 你住进来,已经快一个月了,连一毛钱房租都没交,现在房租我也不要了,直接收拾东西滚吧。 宋雅雅还想赖着,直到我威胁报警,她才不情愿地收拾东西走了。 原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宋雅雅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在周晨宇家里碰到了。 今天一早,快递员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快递已经交给了物业管家,管家会送到我家。 但我住的小区没有管家送快递上门的服务。 我查看记录才发现,上次给周晨宇买了护肤品时,忘记把地址改回来了。 这次我买了两套护肤品,其中一套是给我妈的,昨晚她说护肤品快用完了。 于是,我随意换了身衣服,去周晨宇那边取快递。 到了小区,我先去了物业,工作人员告诉我,管家已经把快递送到周晨宇家了。 我以为上楼后会在周晨宇门口看到快递,因为现在是暑假,学校正忙,周晨宇肯定已经去上班了,快递只能放在门口。 但门口什么都没有,难道她没去上班? 我输入密码,准备开门看看,没想到密码还没输完,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穿着素雅的衣服。 我还没细看,她已经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虽然目光不锐利,却透着一丝审视和淡淡的轻蔑。 你是谁? 为什么要输入我家的密码? 她说的,我家分明是我妈的家。 其实,周晨宇住的这套房子是登记在我妈名下的。 因为离学校近,我骗她说这是我亲戚的房子,亲戚出国了,所以便宜租给她。 让她帮忙看房子,但前提是只能她一个人住,不能弄得乱七八糟。 我正色道,我是周晨宇的女朋友。 女朋友? 她提高了嗓门,拿出手机,直接打电话给周晨宇。 儿子,有个女的说是你女朋友,找到家里来了。 原来,她是周晨宇的妈妈。 不知道周晨宇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她冷哼了两声, 随后让开一半身子。 你进来吧,晨宇说她马上回来。 我走进玄关,发现我的拖鞋不见了。 而客厅地上,我买的几个快递盒已经全被拆开了。 两套护肤品零散地摆在饭桌上, 不仅外包装被拆, 几瓶精华液和面霜甚至已经被试用了。 这时,一个长得和周晨宇有几分相似的年轻女孩从次卧走了出来, 脚上穿着我的粉色拖鞋, 手里拿着一瓶价值一万两千元的精华液。 她问,妈,这是谁呀?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制服的女孩,正是宋雅雅。 周晨宇的妈妈双手抱胸,语气充满讽刺。 圆圆,这是你哥的女朋友,你应该叫姐姐。 女孩子要懂礼貌,见到长辈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 不然人家背后会说你没教养。 我知道这些话是针对我说的, 因为周晨宇妈妈刚才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 所以我不再说话。 原本我打算拿了快递就走, 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我盯着地上被拆开的快递箱, 问道,这些快递虽然我填错了地址, 但收件人和联系电话都是我, 为什么要拆我的快递? 周圆圆痴笑一声, 反问,你的快递?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的快递? 刚才芽芽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一个无业游民, 哪来的钱买护肤品? 我虽然不认识这个牌子, 但看这包装, 一套怎么也得两千块, 这些不都是我割出的钱吗? 两千块? 这两套护肤品可值五十个两千块。 正当我准备反驳时, 周晨宇匆匆赶回来了。 他一进门, 就开始笑着打圆场。 但当他转头看到宋雅雅时, 脸上的笑容仿佛被冷风冻结。 你怎么会在我家? 宋雅雅轻轻低下眼帘, 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我, 我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管家, 原本是给你送快递的, 正好遇到圆圆在家, 是她让我进来的。 宋雅雅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周圆圆打断。 哥, 你干嘛对雅雅这么凶? 当初她和你分手, 是有原因的。 宋雅雅连忙拉了拉周圆圆的衣角, 圆圆, 别说了。 周圆圆冷哼一声, 她当初和你分手, 是因为她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扔给她一个孩子要她养, 她不想拖累你, 才分手的。 为了不让我们知道真相, 她连我这个最好的闺蜜都避开了。 要不是她刚才敲门送快递, 我还不知道她就在你住的小区当物业管家, 我和妈妈也还不知道你和这样一个老女在谈恋爱。 周辰宇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周圆圆, 你闭嘴。 我和宋雅雅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她有什么苦衷都和我无关。 别再说什么捞女了, 这护肤品是炎燕自己买的。 一道严厉的声音打断了周辰宇正要替我解释的话, 周辰宇的母亲满眼怒意, 周辰宇, 你真是长本事了。 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对自己妹妹大呼小叫。 我们家虽然不算什么豪门, 但我和你爸都是老师, 你自己也还是个机构的校长。 我们这样的家境, 绝对不会让这种女人进家门的。 我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怒再也无法控制, 不三不四。 所以才老觉得别人也不三不四吧。 这句话瞬间让周辰宇的妈妈气得不轻, 他愤怒地喊道, 你, 你, 你竟敢这样对长辈说话, 真是有爹生没娘娇。 我挥了挥手, 像是在驱赶恶臭。 长辈, 你算我哪门子的长辈? 我们家可没有这种满嘴脏话的长辈。 听到这话, 周辰宇的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寒霜, 颜颜, 别再说了, 我送你回家。 就在这时, 周圆圆挡在门口, 先向我妈道歉, 否则你今天别想走。 我冷笑一声, 这位大妈先污蔑我, 凭什么要我道歉? 周辰宇的妈妈被气得捂住了胸口, 宋雅雅见状连忙上前扶住她。 阿姨, 您没事吧? 接着, 宋雅雅愤怒地指着我, 阿姨没说错, 你就是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她接着说, 之前我们合租时,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 你喝醉了, 你亲口说你肚子里死过孩子, 所以再也不敢要孩子了。 我脸上浮现一丝冷笑, 随后掏出手机报警。 警察很快到了, 我先指着周圆圆, 她私自拆了我的快递, 我要求赔偿。 然后, 我又指向宋雅雅, 她当众污蔑我曾堕胎, 我要求她当面道歉, 并写一封书面道歉信。 周圆圆不屑地说道, 你花我哥的钱买护肤品, 还要我赔偿。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周辰宇冷冷瞪了她一眼, 两位警官, 这些护肤品是我女朋友自己买的, 我妹妹乱拆快递, 理应赔偿。 宋雅雅瞥了一眼周辰宇, 拉住周圆圆的手说, 你哥昨天给林可颜过生日花了三千多, 这护肤品的钱也该抵掉了吧。 周圆圆小声嘀咕, 真是贪钱贪疯了吧, 掉钱眼里了。 我懒得再与她争论, 直接拿出手机给警察看交易记录。 平时见多识广的警察看到我这两套护肤品的价格后, 不禁惊呼, 怎么这么贵? 这两套护肤品居然要十万, 两套薄金套盒五万四, 还另外买了两瓶精华和两瓶面霜, 担价都上万, 合起来可不就是十万吗?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周圆圆满脸不可置信, 这不可能吧? 警察把记录拿给她看, 周圆圆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 我一打开快递就是这样, 我没动过, 说不定商家寄出来就是这样的。 宋雅雅轻拍了拍她的手, 示意她别紧张, 然后对警察说道, 两位警官, 我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家, 我可以作证, 快递一打开就是拆封过的。 两位警察对视一眼, 其中一个年长的警察抬头看向宋雅雅, 刚刚你当着林可言男朋友和她家人的面, 说她打过胎, 有什么证据吗? 宋雅雅的目光开始游移, 双手不自觉地交缠在一起, 手指因紧张微微颤抖, 显然她慌了, 那天其实我也喝醉了, 我也不确定, 话还没说完, 就被周圆圆打断。 林可言, 宋雅雅刚刚没说你打过胎啊。 你是不是听错了? 周辰宇的妈妈立刻附和, 我刚一直站在旁边, 反正我是没听到。 宋雅雅的眼睛瞬间亮了, 妍妍姐, 那一定是你听错了。 周辰宇的妈妈, 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我, 你说别人污蔑你, 口说无凭, 总得有证据吧。 不然, 你就是故意污蔑雅。 警察有些为难。 林女士, 您刚刚说的这些,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 我指了指客厅天花板上的摄像头, 当然有证据。 刚刚在场所有人说的话, 包括谁拆了我的快递, 谁辱骂我, 谁污蔑我, 谁做伪证, 全都被拍下来了。 我接着说, 我知道你们警察对这种事只能调解, 如果今天他们不道歉, 那麻烦先给我一份报警回职, 我会联系律师, 教教那些满嘴脏话的人, 长点记性。 我转头看向周辰宇, 陈宇, 现在帮我把监控视频调出来, 我马上联系律师。 我原本以为, 无论发生什么, 周辰宇都会站在我这边, 没想到他却露出难色, 眼神在我和他家人之间来回徘徊。 最后, 他看了一眼宋雅雅, 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不起, 盐盐, 我最近没开监控。 因为没有证据, 警察记录了情况后就离开了, 报警回职, 让我第二天去派出索取, 至于赔偿, 如果协商不成, 我需要自行起诉。 我离开后, 周辰宇追了出来, 盐盐, 你别生气, 都是我不好。 我历生质问, 周辰宇, 当初签合同时, 你满口答应得好好的, 说这房子肯定只有你一个人住, 现在是怎么回事? 周辰宇满脸歉意, 我妈放暑假了, 带我妹妹过来晚两天, 你放心, 他们很快就走。 护肤品的事, 我知道是我妹妹拆的, 我会赔给你, 但我现在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 只能分期赔偿。 至于宋雅雅, 我停下脚步, 冷冷说道, 我知道你在说谎。 你的监控一直开着。 周辰宇站在那里, 身体微微僵硬, 对不起, 盐盐, 我妈是老师, 我妹妹今年要考公务员, 我不想让他们卷入官司, 这对他们影响不好。 到底是因为家人的缘故, 还是你怕我拿到视频后去起诉你的前女友? 我反问盐盐,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 宋雅雅说的那些话, 我根本不会信。 周辰宇的手不自觉地紧握起来, 我担心的是, 我妈本来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如果你把事情闹到法庭上, 她会更加讨厌你。 盐盐, 你相信我,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打算。 我眼中的不屑几乎要意出来了, 但我现在急着回家固定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只好假装被感动了。 陈宇,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周辰宇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我叹了口气, 今天有点累了, 我先回家, 改天再来拜访。 说完, 我骑上电动车, 一下子就走了。 我先去物业投诉宋雅雅, 然后骑车去了市里最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找了个最贵的律师, 带着她去我家取证。 周辰宇家里养了一只小猫, 为了方便照顾她, 周辰宇在客厅装了监控。 前段时间她工作很忙, 经常让我通过监控帮她看看猫, 陪她说说话, 因此我家里的电脑也连接着她家的监控。 我得在周辰宇反映过来之前, 赶紧把证据保留下来。 为了确保视频证据的有效性, 我请了全市最贵的律师, 贵有贵的道理。 就在律师保存视频证据的时候, 周辰宇的电话来了。 你去我们小区物业投诉宋雅雅了,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投诉, 她丢了工作。 她一个人还要带个弟弟, 本来就很不容易, 现在连工作都没了, 你让她怎么生活? 我毫不客气地回到, 既然你这么心疼她, 那你干脆娶她回家吧。 电话那头的周辰宇愣了几秒, 妍妍, 我认真问你一个问题, 请你想清楚再回答我, 好吗? 你确定以后真的不打算要孩子了吗? 哪怕一个也不行,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声。 周辰宇苦笑了几声, 可我一直的梦想是要三个孩子, 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冷静地回答, 周辰宇, 我们分手吧。 我能看出来, 你和宋雅雅于情未了, 我不想再掺和你们的事。 周辰宇态度冷淡, 那就如你所愿。 挂掉电话后, 律师已经取证完毕。 了解了我的诉求后, 律师建议我这两天不要轻举妄动, 等他把证据准备好后, 再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我本打算按照律师的建议行事, 这期间不见他们任何一个人, 但今天上午, 我却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燕燕, 刚才体能学校的财务给我打电话, 说有个小学员在练习跳跃时, 被另一个陌生男孩推了一下, 直接从两米高的垫子上摔了下来。 财务说, 那个推人的男孩是今天刚入职的前台带来的, 推了人后不仅不道歉, 还说周辰宇是他姐夫, 学校是他们家的。 那边已经吵起来了, 爸爸妈妈正在从外地赶回来,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第一, 保证你自己的安全, 第二, 无论摔下来的孩子有没有外伤, 你都带他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第三, 给家长一个交代, 不管责任在谁, 我们机构都会负责到底, 责任我们之后再追究。 挂掉电话后, 我立即开车赶往学校。 我们家的体能学校开在体育馆旁边的沿街铺面, 停车时, 我就听见学校里吵闹声不断, 几个声音显得非常激动。 路边的行人也纷纷驻足, 好奇地张望学校里的情况。 你弟弟把我儿子从两米高的垫子上推下来, 你们却不愿带我儿子去医院检查, 你们这种不讲理的家长真是少见。 说话的是摔倒学员的妈妈, 她家孩子浩浩已经连续三年, 在我们学校报暑假班了。 一旁, 宋雅雅牵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看着有八九岁的样子。 这位妈妈, 我弟弟已经道过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儿子虽然摔下来, 但摔在了软电上, 去医院不是让孩子白受罪吗? 原来今天新入职的前台, 竟然是宋雅雅。 而且她还把弟弟带到机构来上班, 结果还把学员推倒了。 浩浩妈妈气得双手发抖, 指着周辰宇大声质问, 周校长, 我家孩子是在你们机构摔伤的, 你怎么解释? 周辰宇面露难色, 浩浩的课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前也告知过家长, 在美老师的陪同下进行私自练习, 如果受伤, 我们没法承担责任。 如果是孩子自己摔的, 我们可以承担责任。 但现在浩浩是被人恶意推下来的。 宋雅雅忍不住大声反驳, 对呀, 你儿子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太子妈就是事多。 浩浩妈妈咬着牙, 眼神如刀般锐利, 原来这个孩子没撒谎, 这家机构还真是他们开的, 上夜推了人, 连医药费都不用出了。 我挤进人群, 走到浩浩妈妈面前, 这家机构不是他家的, 是我家的。 不好意思,浩浩妈妈,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医院, 不管责任在谁, 我们后面在追究。 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浩浩的身体。 这时, 那个胖男孩正脱了宋雅雅的手, 大声说, 你是谁? 这家学校明明是我姐夫的。 我不耐烦地问, 你姐夫是谁? 男孩指了指周辰宇, 宋雅雅尴尬地笑着说, 求求她不懂事, 随口乱说的, 陈宇, 你别放在心上。 男孩不解地看着宋雅雅, 不是你说她将来肯定会是我的姐夫吗? 还说你以后就是校长夫人, 我就是校长夫人的弟弟。 宋雅雅连忙捂住男孩的嘴。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但我现在没空理会这些疯子, 我要带着浩浩和他妈妈去医院。 然而, 周辰宇拦住了我, 盐盐, 你干什么? 我已经让前台通知老板了, 老板现在正在赶回来。 我知道你和这家学校的老板认识, 但这个事情还是让他亲自处理, 否则出了什么问题, 你也说不清楚。 我盯着周辰宇的眼睛, 冷冷地说道, 滚开, 你还真是个蠢货, 我真后悔跟我爸推荐了你。 瞬间, 周辰宇的脸色骤变,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光芒, 学校的老板是你爸。 听到这话, 宋雅雅的眼睛也瞪得圆圆的, 脸上满是惊讶。 当我发动汽车离开时, 周辰宇才像突然醒悟般追了出来, 但只能望着我巴刚帕拉梅拉的尾气。 但浩浩在医院做了全身检查, 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 我再次向浩浩和她妈妈表示歉意, 并承诺今年暑期班的学费全免, 以此来表达我们的诚意。 浩浩妈妈的脸色缓和了一些, 说, 我儿子也是你们机构的老学员了, 周校长确实在教学方面不错, 也很喜欢孩子, 但她真的不适合做管理。 我能感觉到, 自从她当了校长后, 机构的老师们都松懈了很多。 我点点头, 认真说道, 你说得对, 所以周辰宇马上就会被替换。 送浩浩和她妈妈回家后, 我立刻回到了学校, 此时我爸也已经赶到了。 办公室里, 我爸把手机递给周辰宇, 你自己看看, 刚刚学校的事情已经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了, 现在在本地的热度很高, 咱们学校的声誉已经跌至谷底。 周辰宇愧疚得低下头, 使我处理不当, 事情太突然了。 我爸的眼神愈发不屑, 是谁把那个前台招进来的? 又是谁同意他带孩子上班的? 我爸锐利的目光, 让宋雅雅和周辰宇不敢直视。 宋雅雅迅速调整表情, 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 老板, 对不起, 周辰宇是怕我和弟弟饿死, 才把我招进来的。 上大学时, 我爸丢下了我们, 我独自抚养弟弟到现在。 原本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宋雅雅偷偷看了我一眼, 接着说, 但因为和妍雅之间的误会, 她去投诉我, 我才失业了。 我说这些并不是怪妍雍,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爸打断了。 我同情你的遭遇, 但这里不是慈善机构。 学校的规章制度写得很清楚, 不允许带孩子上班。 至于你和妍雅的事情, 跟学校工作无关, 我不会插手。 我罢面无表情地转向周辰宇, 因为你们俩的行为, 几乎让我们学校名誉扫地。 你们自己主动离职吧, 我也不想开除你们, 免得影响你们找工作。 我冷淡地补充道, 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子也是我们家的, 当初为了方便你上下班, 我才特意便宜租给你的。 既然你现在辞职了, 明天就搬走吧。 宋雅雅听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周辰宇住的那套玫瑰园的房子是你家的。 不可能。 那套房子的业主明明是周家的人。 宋雅雅转头盯着周辰宇, 脱口而出, 周家不是你爸吗? 看到宋雅雅的强烈反应, 周辰宇的眼神闪过一丝复杂, 我爸不叫周家。 我冷笑道, 我妈才叫周家。 周辰宇冷冷问宋雅雅, 所以你一直以为玫瑰园的房子是我家的, 才缠着我不放。 宋雅雅脸色一僵, 显然没料到周辰宇会如此直白地质问她。 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陈宇, 我只是误会了, 没有别的意思。 周辰宇没有再回应, 两人各自签了离职协议, 默默离开了。 自从周辰宇离职后, 她就开始疯狂地给我发信息, 打电话道歉, 甚至还跑到我家门口求我。 我约她在一家咖啡馆, 准备把话说清楚。 这些天周辰宇看上去憔悴了许多, 她坐下后深吸一口气, 苦笑着说, 妍妍, 你一定以为我是看上了你的家事才来求你复合的吧? 她语气中带着无奈, 妍妍, 是我有眼无珠, 宋妍妍一直在骗我们所有人。 她所谓的弟弟根本不是弟弟, 是她的亲生儿子。 她家条件确实不好, 所以她大学期间脚踩了好几条船, 一直想找个有钱人。 大二的时候, 她成功怀上了一个富二代的孩子, 以为可以凭借孩子嫁入豪门。 当时我还在和她谈恋爱, 她提出了分手。 结果孩子生下来后, 那个富二代全家移民去了国外。 就在一个月前, 她从同学那里得知我成了机构校长, 还住在玫瑰园, 便开始接近我。 周辰宇继续说, 那天你发朋友圈, 她正好看到了, 我打断了她, 你和我说这些, 是想表达什么? 周辰宇小心翼翼地问, 玫瑰, 我们还有机会吗? 我后悔的不是因为你家有钱, 而是因为我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 我摇了摇头, 平静地说, 你了解我的性格, 我做出的决定绝不会回头。 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否则我会报警的。 周辰宇紧握双拳,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她愤怒地咬牙切齿, 都是那个贱人宋雅雅害的,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说完, 周辰宇转身离去, 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 物业联系我说, 有人在小区门口挂了横幅。 我先通知了律师过来取证, 然后报警, 才慢悠悠地下楼。 走到小区大门口, 我看到一条鲜红的横幅, 上面写着, 江山万里三十二状1001号。 业主林可言, 不仅破坏别人的感情, 打胎更是家常便饭。 横幅一边挂在小区大门的树上, 另一边被一个叫求求的孩子拉着, 求求另一只手还拿着喇叭, 大声播放着与横幅内容相同的侮辱性话语。 求求身后站着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敲锣打鼓, 吸引过路人的注意。 看到我走过去, 那个八九岁的求求毫不害怕, 反而大声喊道, 快来看! 就是这个女人抢了我姐姐的男朋友, 她还害我姐和她男朋友丢了工作, 真不要脸! 我没理会求求, 因为警察很快到了, 我的律师也在旁边拍照取证。 求求看到警察来了, 脸色顿时吓得煞白, 我还是未成年, 你们不能抓我。 警察通知了她的监护人, 把他们一群人带回了警察局。 宋雅雅几乎与我们同时抵达了警察局, 显然她之前就站在不远处。 到了警察局后, 她立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向我道歉, 对不起, 妍妍, 我弟弟还小不懂事, 使她误会了你。 我回去会好好教育她的, 但她毕竟是未成年人, 你就放过她吧。 宋雅雅真是愚蠢地不自知, 她以为让求求这个未成年人来污蔑我, 我就对她束手无策吗? 她竟然不动脑子想想, 求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从哪里搞到横幅, 甚至找人帮忙敲锣打鼓呢? 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付款记录, 就能查到是谁在背后指使的, 难道她真以为警察不会追查吗? 正好我的律师也到了, 她递给宋雅雅一封律师喊, 你多次在公共场合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诽谤和侮辱, 我已经代表我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宋小姐, 你可能不太了解法律, 我给你普及一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传播虚假的事实, 足以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 情节严重的行为。 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 对诽谤罪的处罚, 法律规定了多种可能的刑罚, 包括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宋雅雅这时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 眼里充满了惊恐与无助。 颜艳姐, 是我错了。 周辰宇到处和别人说求求是我的孩子, 这让我没办法做人。 我以为是你让他这么说的, 所以才对你出手。 小区挂横幅是我的错, 求求你, 我还年轻, 我还想考公务员, 我不能坐牢啊。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你不是因为真的知道错了, 而是因为做错的代价太高, 你承受不住了。 我给过你机会, 可你没有珍惜。 我们家有钱,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跟你耗下去, 但如果换作普通女孩遇到你, 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 趁热打铁, 我的律师将另外两封律师函 分别寄给了周晨宇的妈妈和周圆圆。 我的诉求很简单, 第一, 周晨宇的妈妈要因为辱骂我, 郑重道歉, 第二, 周圆圆要赔偿我的损失, 第三, 宋雅雅要为她的行为承担应有的惩罚。 还没等案件开庭, 周晨宇就带着她的妈妈和妹妹来我家道歉, 他们不想惹上官司。 周晨宇的妈妈向我道了歉, 并且把周圆圆拆开的化妆品都买了下来, 我们达成了庭外和解。 而宋雅雅因为她的恶劣行为, 被判了三个月的拘役。 从法院出来时, 手机震动了几下, 打开一看, 是租客发来了房租, 心情顿时如阳光般明媚。 爱情祭天, 小人祭监狱, 财神眷顾, 财富滚滚而来, 事业一片辉煌。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故事说和傅东臣相恋两年, 终于步入婚姻殿堂。 他老家来的兄弟团三男一女提前一周就到了, 他们一起筹划了一场梦幻般的婚礼, 看到我感动流泪, 他深情地说,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事后, 老公说要请兄弟团吃饭。 感谢, 我不想他们太辛苦, 便在家里招待了他们, 他们喝的都有点多, 我安排他们分男女在家里的几间空房休息。 老公在主卧洗澡时, 我躺在床上翻看着婚礼的视频, 圆满的婚礼, 爱我的男人, 温暖的家, 一时间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正回味着, 护听老公喊姚姚帮我拿条内裤, 我刚想起身去拿, 又愣住了。 姚姚不是我, 是她兄弟团中唯一的女铁蜜。 我还没反应过来, 姚姚已经应声就进了主卧, 连门都没敲, 指尖还挑着条腹东尘的内裤。 那内裤是我昨天手洗晾在阳台上的。 她静止走到洗手间门口喊道, 喂, 开门, 你爹给你送苦茶子了。 老公笑回, 放到洗漱台上, 滚蛋。 摇摇回, 对, 你敢对你爹这态度, 你这是娶了媳妇, 忘了你爹呀。 她转脸, 对我笑嘻嘻地说, 音音姐, 你别见怪, 她都是被我们这帮兄弟惯坏了, 你可别太纵着她了, 官服如沙服啊, 开着的门窗, 刮来一阵穿堂风, 吹得我浑身冰冷。 我裹紧被子说, 你听力这么好, 关着房门, 葛优这两间卧房, 他说话你都听得清, 他得意地说, 我就猜他洗澡又会不带唤洗内裤。 他喝两口猫尿, 就这德行, 我这当爹的操心, 在门口等着呢。 我不客气道, 他爹不都死了十多年了, 你这也不嫌晦气。 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凝固了, 嘴张了几下, 却什么没说出来。 傅东臣正好从洗手间出来, 他第一眼看向瑶瑶, 怎么了? 你这光张嘴不出声的, 被谁下降头了? 他瞟了我一眼, 带着鼻音道, 你爹说完就出了房间, 傅东臣追了出去。 喂, 哪来那么大火气, 跟小爷说说。 谁让你受委屈了, 小爷给你报仇去, 睡你的娇娘去, 别来烦你爹, 以后别再叫我给你跑腿拿东西。 另一个兄弟从房间里出来, 颇为不愤地说, 瑶瑶好心给你拿内裤, 被你家那位阴阳了。 接着对瑶瑶说, 来, 哥这里不和这娶了媳妇的人一般见识, 他搂着瑶瑶肩就要进房间。 傅东臣一把扯开他的手说, 拿开你的狗爪子, 滚回自己的房间去。 穿堂风来来回回地吹, 浇吸了我满腔的热情。 傅东臣回到卧室,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愿问我, 你刚才说瑶瑶了。 我倒说了他不敲门, 就进来给我老公送内裤, 我不该说吗? 他的面色立即戴了三分不愈, 他是我铁蜜, 就是个汉子, 哪条短裤有啥。 如果不是看到他刚才打掉男兄弟的手, 护送瑶瑶单独进房间, 我都能信了他。 我道, 哦, 那是我多心了, 我还单独安排他住一间房, 酒店也多花钱单独给他开的房, 明天让他和赵义拼房住吧, 赵义就是刚才打抱不平的兄弟。 傅东臣道, 他俩合住, 那怎么行? 我冷冷地道, 都是汉子, 有什么不行的? 傅东臣一时语色, 我一贯脾气好, 这么尖锐地说话好像还是第一次, 他看我真生气了, 赶紧上床哄道, 好, 老婆别气了, 我就是看见你今天太累了, 不忍心支持你, 让他跑腿呢, 更何况洗澡间是独立的, 他又看不到我。 你以前洗澡, 经常让他送内衣吗? 我问, 前意识里, 我觉得他是喊顺口错喊的。 我和傅东臣是异地恋, 我们谈了两年才决定他从老家来我这边, 毕竟这边是京市大城市, 机会多, 我又是家在本地的独女, 这里的资源更有利于发展。 算起来, 他到京市也才一个月, 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我预料到了我们之间会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但从没想过还有个女人可以在他洗澡的时候送内裤。 他迟疑了一下道, 也不经常。 你知道, 我和他们四个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游戏的, 互相之间谁顺手都会帮的。 那你为什么不喊那三个男的帮你? 不是想着他们是男的, 你一个女的在卧室不方便吗? 也算是个理由, 可是今夜我心里始终隔应, 我拍掉他伸过来的手道, 他是你爹, 他喊我姐, 算起来我是你姑, 你离我远点。 傅东臣不但不远离, 还使劲搂我, 哄道, 好音音, 良辰一刻值千金, 难道我们的新婚之夜要为别人争吵吗? 以前他一哄我就好, 说到底我并不算硬脾气的人, 但是我也只是温和, 并不是软弱。 今天我觉得自己的底线被清清楚楚地僭越了, 我不想糊里糊涂地稀释宁人, 可也不想新婚之夜闹得鸡犬不宁, 毕竟屋外就有四个人, 楼上还有我爸妈。 我当你去把内裤换了, 我不想碰别的女人, 碰过的男人没有边界的男女, 就是烂白菜。 我想着他换了内裤, 大家顺着台阶就下来了。 不管怎样, 他兄弟团后天就返程了, 等他们走后我们再待着, 没想到傅东臣咬牙道, 银银, 你非得这样吗?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想得那么肮脏? 我和瑶瑶打小一起长大, 那就是一个哥们, 你这样等于是侮辱他。 我道哥们, 他哪里像哥们, 是紧身包臀, 超短裙下还是假睫毛? 那眼线下, 我让你换条内裤, 怎么就是侮辱他? 玉手碰过的内裤不能脱了是吗?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 他们辛辛苦苦从老家过来, 就为了帮我把婚礼筹备好, 就为了能让你有个满意难忘的婚礼。 你现在确定要找他们的事吗? 话说到这里, 我也来了火气, 那我对他们就不好吗? 他们往返机票, 我出的住宿酒店, 我包的礼服, 我买的伴手礼, 给他们一人两千, 回去还给他们带了土特产。 他们喝多了, 我怕他们回去酒店辛苦, 还专门安排他们住家里面。 我哪点是找事了? 反倒是你不该反省一下, 你自己行为太没有边界感吗? 正说着, 有人给我发来一条婚礼上的视频, 我打开一看, 浑身发抖, 说不出是气的还是难过。 婚礼上, 我去换装, 三个男兄弟使劲把姚姚往傅东辰身上推, 启哄让他俩喝浇杯酒。 当着重宾客的面, 傅东辰搂着姚姚的腰, 二人深情对望, 胳膊相绕, 喝了浇杯酒。 喝完, 傅东辰说新婚快乐, 姚姚道, 你爹我也算嫁人了。 我冷冷地问傅东辰, 这究竟是你跟谁的婚礼? 是你跟我, 你跟姚姚, 还是你跟你爹? 傅东辰看了一眼视频, 也愣了一下, 接着无所未到, 那就是一个玩笑。 我祈祷, 玩笑, 好笑才叫玩笑, 你觉得我会认为这个好笑吗? 我爸妈觉得好笑吗? 难怪我换服装回来, 我爸妈脸色不太好看, 我还以为他们是看女儿出嫁不舍的, 原来是因为他们当众演了这么一出, 他们是老派人物, 不会喜欢女婿和别的女的干这种事, 肯定是说了又怕让我不愉快, 婚礼进行不下去, 才忍住没告诉我的。 他们应该是憋着气到婚礼结束吧。 傅东辰, 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 明显有点不耐烦了。 吴音音, 你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不过就是大家经常开玩笑, 昨天他们一闹, 我就顺势跟着了, 我想着他们为我们的婚礼辛苦了那么久, 我博了他们的面子不好, 你有必要那么咄咄逼人? 不依不饶吗? 我真是太失望了, 本来我以为他只是无心越了边界, 我提出来他应该就能意识到, 但是很明显, 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我第一次对我们的婚姻产生了怀疑, 我倒不能博了他们面子, 所以你就不管我的面子了, 也不管我父母的面子了。 原来对我是原则性的问题, 在你眼里只是小事啊。 傅东辰, 看来我们三观不太一致啊。 他恼火道, 什么原则问题? 我和瑶瑶清清白白, 你的脑子里都装着什么龌龊的东西, 你能不要吹毛求疵吗? 你的意思, 我看到老公婚礼上和别的女人玩暧昧, 我不能有意见, 还该摊手给你们助兴是吗? 你没完了是吗? 你开始的时候想过怎么完了吗? 这一幕我没目睹, 太遗憾了。 正好人就在这里, 你们重演一下, 我不仅鼓掌, 我还直播, 我让大家共享你们的清白之举。 傅东辰持奉礼集两个字, 疯子。 我瞪着他, 心里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 因为我俩曾开玩笑, 看到有人说女人一生的进化史, 就是少女、少妇、怨妇、 托妇、疯子哑巴。 我说, 如果有一天你让我怨恨, 我一定直接晋级到哀家, 把你废成太监。 他搂着我说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否则我就转性成你的小母猪。 我们笑成一团, 言由在耳, 却恍如隔世。 那时觉得多甜蜜, 现在就有多讽刺。 他可能也想到了, 脸色变了变, 最终却是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摔门而出。 哼, 他还有脸摔门? 都知道要个门面, 他连脸面都不知道, 要我听到那几个兄弟都来到了客厅里。 刚才我们吵架的声音不算小, 他们应该也听了七七八八, 听见也好, 我希望他们清除我的界限, 省得我还要再找机会说了。 其中一个兄弟沉心问发生了什么事, 傅东臣搪塞道, 他嫌我喝多了。 照一道, 男人喝几杯算什么, 要我说, 你就该让他知道, 男人就是这家里的天摇摇道。 哎呀, 你别火上浇油了, 冬子这就等于入坠, 事事都得让三分付。 东臣道, 你说谁入坠, 我特么地挣钱养活不了自己吗? 你这样的我能养活十个。 摇摇带着几分甜蜜, 称怪道, 你爹我用你养, 帮你说话, 你还对我真是狗摇履动宾, 不时好人心。 另一个兄弟王大可到冬子在家里的地位, 我是毫不怀疑。 那位喜欢小苍蓝的手捧花, 冬子做主, 换成摇摇喜欢的香槟玫瑰, 他不是一点美感反对, 摇摇得意一笑。 傅东臣一下子压低了声音道, 别说了, 可惜阻止晚了, 我已经站在门口了。 换手捧花时, 他跟我说是因为更喜欢香槟玫瑰的花语, 原来是为了博人一笑啊。 我在看摇摇一身紫色的睡衣套装,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说婚礼现场要粉色基调, 明快而幸福。 傅东臣说, 紫色更好, 高雅爱的深沉, 我同意了。 我可真是个大笑话, 我还出钱给他们几个订机票, 订酒店, 买礼品。 还感谢他们为了我和傅东臣的婚礼不辞辛苦, 原来他们不过是为了筹划他们的团宠摇摇喜欢的婚礼。 这一刻我气得浑身发抖, 傅东臣知道这一点远不过去我们就得玩, 他赶紧跑到我跟前道, 荧荧,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我真是因为那哗 prosperous, 你后来也不是说喜欢吗? 我是怒继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跃跃看我没出声, 倒觉得他们站了里了, 委委屈屈道:「 对呀, 颖阴姐, 你不是也说那花好看吗?」 你若生气, 也别怨他们是我不好, 我就是随口说了句喜欢香槟玫瑰, 没想到他觉得好就用了 你可千万别多心 他这话可换回了我的神志 我道 你说这话不就是要我多心吗 你不就是想说 即使是我的婚礼 你随便说一句 傅东臣就放在心上了吗 还有你喊谁姐 你比我大三岁 装什么呢 我跟傅东臣吵架 你算哪根大葱 跳出来装水仙 赵义义愤甜鹰道 瑶瑶好心劝驾 你还反咬一口 婚礼时感动得要死 现在矫情什么 傅东臣回头道 你闭嘴 赵义满脸通红 眼光阴冷道 你为什么就让瑶瑶受委屈 你俩出了问题 跟瑶瑶说得着吗 我吃笑一声道 当甜狗当上瘾了 以为自己是英雄救美了 你不就是喜欢瑶瑶不敢说吗 拿什么哥们当掩护 人家当你是备胎 你不甘心想从我这里竖行下 你就是在使尽辣眼 离你也不如傅东臣 臣心道 算了 大家都在气头上 别说了 明天大家冷静冷静再说吧 王大壳也劝道 嫂子 我们和瑶瑶都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 他俩真没什么 我倒装什么好人 婚礼为什么换花 为什么变色调 你们当真什么都不知道吗 光屁股长大怎么了 那是什么不得了的道德 免死金牌了吗 光屁股一起长大 就等于长大一起光屁股吗 瑶瑶事实在那边 瑶瑶低气道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我笑道 你做事难看 还想听什么好听的 再说你不是一直说你是汉子 是兄弟吗 哪个男人哭是瑶瑶瑶的 怎么你的铁兄弟们 没教会你怎么哭吗 傅东臣怒道 吴茵茵 你简直就是个泼妇 我到你爹哭得梨花带雨了 你还管我是不是泼妇 吴茵茵一扭身跑了出去 几个人都追了出去 傅东臣说我 你太过分了 瑶瑶一个女孩子 这么晚跑出去出事怎么办 我到 你怕她出什么事 遇见男的 她是汉子 你怕男童找她吗 那估计还瞧不上她 她急急道 我去看看他们 别出什么事了 我到 你快去追你爹吧 不然烧纸都来不及了 我内心冷笑 发生这么大争执 她不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出事 倒是担心三个男人追出去的女人出事 果然 人在着急时的本能选择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 她一走 我立即降门锁上 本来我就想念他们走 他们自己走了正好 再让这些人住在这里 简直就是侮辱我的房子 回到卧室 我浑身就像散了架 这是我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和人撕破脸吵架 刚才死撑着一队伍 这会儿有点熬不住了 激烈的唇枪舌剑 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和体力 这就是我期盼已久的婚礼 这就是我爱了两年的男人 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从天堂到地狱 我忍不住流了泪 我以为我的婚姻会和父母不一样 我爸在家说一不二 认为对女人来说 丈夫就是比天还要高一头的男人 我妈忍耐顺从惯了 有时我看不惯我爸数落她 我妈还要教训我 她说女人就是那样过日子的 奶奶是那样的 外婆是那样的 婶婶舅妈是那样的 大家都是那样的 可我不想我一直抗争 如果婚姻只是要求女人忍耐 那女人为什么要结婚 我想我的婚姻一定不是源于不得已的忍耐 而是因为两个人互相奔赴的爱 可惜第一天我就被现实打脸了 这时摄影师给我传来新整理出来的 今天婚礼现场的视频和照片 本来她说全部整理好 后天一起发给我 我着急发朋友圈秀恩爱 非让她整理一部分发一部分 现在看着每一张都是讽刺 整场婚礼我笑得毫无心机 甜蜜的像个傻子 傅东臣看我的样子好像也全是宠溺 为什么转瞬之间就变了呢 我的心就像被扔到了绞肉机里 被一点一点磨成肉泥 我看到和傅东臣交换戒指说愿意时 终于泪如雨下 我那个时刻是真的幸福 可我看着看着 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我说愿意时 瑶瑶也无声说了两个字 她的眼里盛满极度和不甘的怒火 这时 一群人起哄 我和老公接吻 傅东臣看向了瑶瑶 她瞬间换回了豪爽的笑脸 我反复看了几遍 试着那个口型 竟然是愿意两个字 愿意交杯酒内裤 我忽然明白 他们肉体出没出轨不确定 但是精神上的越界是必然的 瑶瑶的龌龊心思她自己清清楚楚 而傅东臣 她对瑶瑶的心思真不清楚吗 她在明目张胆地享受着和她的这种暧昧的关系 甚至用拿短裤这种私密的事情找刺激 这种男人更恶心 我一瞬间清醒过来 这样的男人就是烂白菜 我绝不会去忍耐 更不会留恋 正想着 忽然听到客厅有走动的声音 吓得我缩成一团 我才想起来 虽然反锁了门 但是保姆房的窗户还是能进来 因为今天人多酒气重 我开了那窗散未忘记关上了 没想到被人进来了 我不敢出声 正想偷偷给我爸妈发短信 让他们帮我报警 大门打开了 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是傅东臣他们回来了 简直是离了大谱 傅东臣走进卧室 淡漠地看了我一眼 应该是看到我红肿的眼睛竟然暗藏得意 他说 哭什么 早知如此 何必那么做 说到底 今天的事都是你无中生有 冤枉了瑶瑶 你跟他道个歉 这件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瑶瑶大肚也说了 你道歉就不会跟你计较 傅东臣 你是不是以为我一贯好好说话 就是好说话 他算山海经理的哪一页 我给他道歉 你算他的哪一任 替他出头来找我 你知道刚才你们滚蛋时 神明对我说了那四个字吗 人狗殊途 你们赶紧滚出这个房子 瑶瑶在客厅道 我都说了不回来 你们偏要回来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赵一道 这是冬子求你回来的 他搞不定 那他以后不要回老家了 一个娘们都搞不定 羞死人脸 我当娘吗 怎么你有一群娘 你们老家挺有意思哈 喜欢当爹找娘的 你们仙人爹娘成群的 不觉得羞 当田狗备胎仙人 也不觉得羞 好好当人 你仙人觉得羞了 敢请你那仙人不是人吧 赵一回骂道 我日 我打断他话道 你想日那目标正满心满眼盯着别人 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你要是再出言不逊 我不介意让你知道中华文化多博大精深 赵一还想骂 可又怕骂不过我 憋得满脸青筋暴露 傅东臣脸色则黑地 像被烟熏了十年的老蜡肠 他给他们使了个眼色 然后关上房门 小声道 音音 其实姚姚是个单纯的女孩 当年他爸为了救我 爸死了 我们家一直觉得亏欠他 想弥补他 我爸去世时 让我以后要娶他 他也一直以为我会娶他 可我遇到了你便知道 我和他之间就是亲情 他曾说嫁给我是他的梦想 可能私心里我对他是纵容了一点 但我们真是清白的 这可真是渣男啊 我若条件比姚要差 他真会和我在一起吗 说得那么动听 不过是新版陈世美的故事而已 可惜我不是那公主 我道这些都是你的故事 你家的欠债与我无关 不该由我偿还 他道 没用 你还 我道 那你们在我眼前干什么呢 跳大什么 又是暗戳戳弄他喜欢的婚礼 又是上赶着说愿意还喝交杯酒 还要当我面送内裤 你不觉得可笑吗 我都想顶礼膜拜上三炷香了 他怒道 吴音音 我好好跟你说话 是不是没用 我们现在结婚了 这个家也是我的家 你凭什么黏我朋友 你耍什么大小节脾气 你搞清楚 你是我老婆 离了我你就是一个二手祸 你看看还有哪个男人肯要你 哈哈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呀 傅东臣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大清都亡了 你把裹脚布裹到你小脑上了 还二手祸真是笑死我 就算二手祸那也是奢侈品 而你不管几手都只是磕烂白菜 我真是恍然大悟 刚才一直还想不通 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 其实不是突然变了 而是他一直掩藏的真面目突然露出来了 他以为结婚了他就能拿捏我了 也就不再装了 听我根本不怕 傅东臣咬牙道 我离开 你别后悔 我道 你要离开我吗 别走好吗 他道 现在知道害怕了 后悔还来得及 你去给我朋友道个歉 我截断他话道 别走啊 跑起来 你乖乖把他们都带离 这个房子 是我留给你最后的脸面 等我出去赶人 那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他阴沉着脸道 好 吴音音 你够狠 外面终于安静下来了 我一头埋进被子里 想哭却哭不出来 我唯一庆幸的是 我们还没领证 本来结婚前一周预约好领证的 但是刚好那天 他们兄弟团到精梅去城 后来忙着结婚 就预约了婚后再去领证 这真是老天爷给了我止损的机会 我开启新生还不难 许是太累了 想着想着就睡过去了 梦里我去滑雪 遇到雪崩 我掉进了一个倾斜的冰缝里 下面是无尽的深渊 我无法止住自己一直滑下去 我感到要失重了 腿猛地蹬了一下 醒了 天亮了 浑身大汗 那梦境如真的一般 令人恐惧 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 就像生活在那冰缝里 音音醒了 吃早饭了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傅东辰的 我这是在做梦 傅东辰宠溺溺地给我拿来衣服 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我妈进来了 她就出去了 我妈说 昨晚是不是闹得太凶了 我诧异道 我们隔了两层楼 吵到你们两个了 我妈道 傅东辰一早买好早餐 求了我和你爸两个人 说你不知怎地生了大气 把她朋友们全年走了 她怕你气坏了身体 让我们来劝劝你 说她多关心你 我差点气歪了鼻子 我爸妈一个心脏病 一个高血压 我平时只差把她俩供起来了 不想他们受一点刺激 傅东辰为了他自己的目的 竟然不顾死活 把二老请来 我道 那个臭不要脸的 在哪里还敢去告状 我妈道 在餐厅陪你爸吃早餐呢 我爸还有心情和傅东辰吃早餐 果然 男人共情男人啊 我立即穿好衣服到了客厅 我倒想看看他怎么策反我爸的 可没想到一到餐厅 我爸就瞪了我一眼道 新婚第一天就闹私扯得这么难看 让亲戚朋友知道了 笑话 你说出去还不是丢你的人 我道 什么叫我呢 那些无耻之事都是他做的 凭什么要笑话我 谁做错丢谁的人 我爸道那些不过是玩笑 当什么真 我道 若我和男同学在婚礼上当众搂着喝娇杯酒 你觉得好不好笑 我爸毫不犹豫到 那有什么好笑的 不够丢脸的 我爸的回答真是要把我气哭了 我这还是考虑到他身体 没说傅东辰他们做得更过分的事 说出来只会更气 他比傅东辰还能找出理由 证明我不够通情达理 我爸从来对外人都是通情达理的老好人 对我和妈妈两人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 夫权父权的忠实践行者 我反问他 我做了你就觉得丢脸 傅东辰做了你怎么就觉得是个玩笑 我是你亲生的吗 我爸道 男人逢场作戏的多了去了 你这么斤斤计较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气到就这样的日子还谈什么往后 凭什么男人就可以逢场作戏 就因为是男人 是宪法给男人的权利 还是上帝给男人的特权 新中国男女平等几十年了 怎么到了你们这里 男人两字就成了永远有效的上方宝剑了呢 男友牙齿不碰舌头的 两口子过日子磨合磨合就好了 爸 我爱吃香菜 他不吃香菜 我俩慢慢统一叫磨合 现在这个叫搓磨 而且是搓磨 没有过错的 我单方面让我忍耐 退让 我凭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什么 很贱的人吗 看我父母说服不了我 傅东辰低头想了一下道 音音 你这么一说 好像我还真能理解你 为什么不高兴了 我昨天真就是因为能和你结婚太兴奋了 脑子一时不清醒了 但我和瑶瑶真是清白的 我道 如果要用嘴巴来证明自己清白 那就是已经不那么清白了 看我立场坚定 他软了下来 道 对不起 瑶瑶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 你要是介意我跟你道歉 你也体谅一下我吗 呵呵 句句说着对不起 又句句说着不得已 是不是我不原谅你 就是我不体谅你 可我凭什么非要体谅你 傅东辰失去了耐性 我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你觉得不合适 我也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他的声音高了几分 我们交往两年 他从没大声过 看来我不了解他的地方还挺多 我道有礼不再升高 你大声不意味着你有礼 也不意味着我就会妥协 你今天不太冷静 我们改天再谈 我也需要时间好好理清这两年的账目 傅东辰道 我明白了 你是想踹掉我 故意找借口吧 我冷笑道 看你长得像唐僧 没想到你是猪八戒 倒打一耙的功夫 练得炉火纯青 他还想跟我掰扯 可是我转身回了卧房 现在 无论傅东辰 还是我爸 我都不想见到 正好傅东辰手机响了 他的铁兄弟们找他了 他兴兴离去 还千叮宁万嘱咐我爸 做我的思想工作 而我爸还真不负重托 拿出实诚家长威严 勒令我要委曲求全 我妈也苦口婆心劝我道 她又没养别的女人 你发了火她也知道厉害了 就原谅她吧 两口子过日子不都是这样的 忍忍就过去了 若她真翻脸不要你了 你以后也很难嫁出去 我道 谁说男人不出轨 就没必要离婚 我就是不想 以后的人生里 只要想到我的婚礼就难受 我不想天天内耗自己 最终把自己变成个怨妇 我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吗 而且 我究竟为了什么要人 我养活自己 轻松自在 难不成我还要没苦硬吃 非要给自己找罪受 再说了 不嫁人犯法吗 不嫁人判死刑吗 嫁不出去就不嫁 有什么不得了的 嫁不出去 是因为那些男人 配不上我的好 我妈抹着眼泪道 你不嫁人我死不瞑目 我和你爸肯定走在你前头 你没老公没孩子 孤零零的多可怜呢 我道 那些有老公孩子的 被扔到机构里等死的 不也比比皆是 再说 婚姻里 你都忍了一辈子了 幸福吗 难道你还想我也像你一样 一辈子被折磨 明知他不好 还非要我和他在一起 这不是要我跳火坑吗 我妈一脸悲哀道 爱 你怎么命这么苦啊 我道 我不苦 你别劝我就不苦啊 这不是没领证吗 老天爷给我机会止损呢 我妈不吭声了 我爸追过来放下狠话道 你要是分了 就别说是我的女儿 我道 爸 你想把屎壳浪搬不动 丢下的粪球 荡成黑珍珠一样 捡起来当宝贝 我管不着 但是你若非要我吞下去 说破天也不可能 吃这种事 我死也不会做 果然 生活不是一地鸡毛 就是满脸狗血 这时 酒店发给我账单 我订的四间房 除了摇摇住的那间 其余三间退房了 怪不得傅东臣匆匆走了 原来是被铁兄弟叫去买单了 我订的酒店比较好 四间房 一周两万多 傅东臣应该不舍得花钱 就想起我这个冤大头了 我刚想跟酒店说 拒绝付费 忽然反应过来 酒店是本渊种亲自去开的 信用卡预售权 也是本渊种的 我拒绝也没用 可这账单我一看 好家伙 果然他们几个铁的深入 这频率怕是铁储都要磨成绣花针了吧 我跟酒店提出我对费用有意义 我要看录像确认 这些消费确实是他们的那个经理爽快提供了录像 我赶紧交了费 我怕迟一步 傅东臣就发现了端倪 这种大礼包还是要关键时刻送出去才好 我还告知经理 四间房的房费我都只付到今天为止 再有人住下去 我拒绝支付 我在房间清算这段时间花费十付 东臣回来了 他明显有点紧张 我一看他那样子 就必然是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我低头不理他 他端了杯水过来 闲着脸道 音音 这都折腾了一夜了 你也累了 喝杯水吧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我好奇他打的什么主意 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没话找话地问 你在做什么清算这一周的费用和收的红包都不少吧 是该好好登记一下 以后人情往来都还要去还的呀 这个都是我家亲戚 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家亲戚不就是我家亲戚吗 我有点不能忍了 直接道 你有话就说 别在这里拐弯抹角磨磨叽叽了 让你爹笑话 傅东臣脸微红道 你不让瑶瑶住酒店了 我笑道 这话说的 酒店那么多 我管得了他住不住 可酒店说你拒绝支付房费了 我付的这钱吗 我又不是他妈 他是你爹 该你孝顺 瑶瑶是为了帮咱们婚礼才来的 打住 应该是说他用我的钱办他的婚礼 我还没要你们赔钱呢 他道 赵义他们三个今天回老家了 瑶瑶想留在京市发展 他一个女孩子不安全 现在你退了房 他无处可去 之前咱有个想出租的小房子 不如先让他住一段时间 呵呵 原来是算计这个的 我冷冷地道 他还想留在京市发展 嘖嘖 他那智商 也就适合白天数太阳 晚上数月亮 还有你离我远点 我对贱人过敏 傅东臣脸色骤变 但又忍了下来 好声好气求我道 茵茵 咱们约好了明天去领证的 别闹了好不好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这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沈笑道 你说的话 我一个标点都不信 领证是不可能的 你曾有过机会领证 你也该记得 是怎么没领成的 现在你登天 都比让我领证容易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这一提醒 傅东臣一脸懊恼 那天我们本该去领证的 结果姚姚一道 一会腹泻 一会头晕 说是晕机 我说让另几个兄弟照顾一下 姚姚直接晕倒 宋一副东臣说不放心去看看 就错过了预约的时间 到晚上登记不了了 姚姚的病也好了 现在看来 明明是有意为之 好在当时我傻没看出来 不然离婚还得费劲 不说要财产分割 三十天冷静期就够折磨人的 傅东臣现在毁的肠子都清了 可他也知道强迫不了我 他转头就走 我知道他想搬救兵去找我爸妈 我沉声道 傅东臣 好聚好散 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你若再找我爸妈 不仅不会让我改主意 我还要你偿还这些年的花费 你自己想清楚 傅东臣道 吴音音 你究竟为什么这么狠心 说到底 我也并没有出轨 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和我分 我道 傅东臣 在新婚第一夜 你就让我失去了爱你的能力 你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什么样的婚姻 你也清楚 我是什么性格的人 或许你以为举行了婚礼 你已成吹 只要你肉体没出轨 我就会忍受 可是你错了 我不会错和过日子 也不会忍受一个 内耗我折磨我的婚姻 傅东臣走了 他知道 如果真闹起来 他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我妈道 他没死缠着你 也算拎得轻的 我道 不是他拎得轻 是你女儿拎得轻 没给他留一丝幻想的余地 男人哪 现实得很 他才不会花时间做无用功呢 我妈愤愤地说 没让他受点惩罚 真是老天不开眼 我道 别急 只是时机没到而已 这也是我放过他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 有些事不值得我浪费精力 自会有人做 比如瑶瑶 他肯定会攀上傅东臣的 你看我们都吵成这样了 也没影响他留在傅东臣身边的决心 傅东臣一直以为 瑶瑶是个纯洁地暗恋他的女孩 瑶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的手段花样可多了去了 那段喝浇杯酒的视频应该就是赵一路的 他发的 我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唯独留了那个发我视频的微信 大约三个月 那沉寂的账号又发了一段视频给我 傅东臣和瑶瑶的婚礼 瑶瑶的小父已经微微隆起了 应该是我婚礼前后怀的吧 两人笑得甜蜜 傅东臣还把手放在他的小腹上 一语不发 挑衅示威之意 却昭然若揭 我不慌不忙 用一个小号给傅东臣发了我婚礼时酒店的账单和视频 那个账单里 四个房间的小雨伞全用掉了 而且还不止一盒 而视频里瑶瑶换着花样 拿着香蕉 葡萄之类的水果去敲那三人的门 送水果上门 那三人也都去敲过瑶瑶的门 没有一天空闲 难怪他们都那么卖力帮瑶瑶策划婚礼 铁哥们连孩子都可以分不清彼此的佩服 我妈最近天天问我 傅东臣的后续 我说挺精彩 就是尘埃还未定 我妈非追问 我告诉她傅东臣一下子戴了几顶绿帽子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就在老家传开了 傅东臣受不了天天被人耻笑的日子 要求离婚 瑶瑶不肯 傅东臣最后家暴孩子没了 瑶瑶重伤一只眼 视力不到零点一 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样瑶瑶更是不肯离 赵义气得报警 非追着要警方按照故意伤害罪处理傅东臣 现在傅东臣能不能判还不一定 我妈气道 这个人渣为什么还不能判我道 因为需要进行精神病鉴定 听说她神经了 不知道真伪 总之 要么精神病院吃药 要么监狱采缝刺机 那三个铁哥们四分五裂成为老家人 饭后的谈资不得不异象谋生了 而瑶瑶站接了我妈后怕的感慨道 还好你没跳火坑 我倒就是女人还是要自己拎得轻啊 这时我爸喊道 喂 茶都凉了 给我换杯热的趣味 就是我爸给我妈的称呼 我妈憋红了脸 半天大声回道 你自己没有手吗 自己换去 我俩相视一笑 眉眼间春暖花开 万物微蕊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轻轻地将女儿放回摇篮 她那粉嫩的小脸和安详的呼吸 让我心头一暖 我转身走向厨房 准备给自己准备一顿简单的午餐 打开冰箱 我愣住了 里面空空如也 除了几瓶水和一些调料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 我皱了皱眉 心里有些疑惑 我记得昨天还有不少食材 怎么今天就不见了 我关上冰箱门 心里盘算着 是不是要出去买点东西 妈家里没菜了 我得出去买点 我对着客厅喊道 试图掩饰自己的不满 婆婆从客厅走了进来 她的眼神有些闪烁 脸上带着勉强的笑容 哦 是吗 我今天去超市的时候没注意 可能是我没买够 我心里有些疑惑 但也没多想 只是点了点头 那我去超市看看吧 婆婆突然紧张起来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要不我去吧 你刚生完孩子 还是多休息 我看着婆婆 她的神态有些不自然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麻烦您了 婆婆匆匆出门 我则回到卧室 心里有些不安 我躺在床上 心里想着婆婆的异常行为 她最近似乎总是早出晚归 而且每次回来 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但家里的食物却越来越少 我决定要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 我决定跟踪婆婆 看看她到底在做什么 我穿上了一件不起眼的外套 戴上帽子 尽量让自己不那么显眼 婆婆出门了 我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她的步伐很快 似乎有什么急事 我跟着她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小区 看着她走进了一栋楼 我等了一会儿 然后悄悄地跟了上去 我听到了婆婆的声音 从一扇门后传来 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你们先吃着 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透过门缝看去 只见婆婆正把一袋食物 递给一个看起来有些憔悴的女人 那是她的弟媳 我感到一阵愤怒和背叛 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门框 姐 你真是太好了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些 弟媳的声音充满了感激 婆婆叹了口气 我也是没办法 我儿媳刚生了孩子 家里的食物都是她买的 我也只能偷偷拿一些给你们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婆婆看到我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慌 你怎么能这样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痛 婆婆低下了头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 我知道我错了 我只是我没有等她说完 转身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 我不明白 为什么婆婆要这样对待 我和女儿 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 但我也知道 这个秘密将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我带着女儿去医院做例行检查 我的心情复杂 昨晚的发现让我整夜未眠 我需要一个解释 一个合理的解释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 我抱着女儿 目光却在四处搜寻 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也许是婆婆的突然出现 也许是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机会 就在我准备进入检查室的时候 我看到了婆婆 她手里提着一袋食物 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交谈 那个女人看起来有些眼熟 我突然想起 那是我在婆婆家见过的照片上的面孔 她的地席 我感到一股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走了过去 站在她们面前 婆婆看到我脸上的表情 从惊讶转为惊慌 她的眼神在躲闪手中的袋子 不自觉地往身后藏 你在做什么 我的声音冰冷 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婆婆张了张嘴 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的弟媳也注意到了气氛的不对 她尴尬地笑了笑 试图缓和气氛 哦 这是你儿媳啊 真漂亮 我没有理会她 只是盯着婆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婆婆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她的声音颤抖 我 我只是想要帮助她们 她们真的很困难 那你有想过我和女儿吗 我的声音提高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痛 为婆婆的背叛 为这个家庭的裂痕 婆婆低下了头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我错了 我只是什么 我打断她 我感到自己的眼泪 也在眼眶里打转 但我强忍着不让她们留下来 医院的走廊里人来人往 但对我来说 一切都仿佛静止了 婆婆站在我面前 她的眼泪 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她的声音哽咽 她的手在颤抖 她的眼神充满了悔恨 我看着她 心里五味杂沉 我感到愤怒 感到受伤 但同时 我也看到了 一个母亲的无奈和挣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再次问道 我需要一个答案 一个能够让我理解 这一切的答案 婆婆擦了擦眼泪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 我没有权利这么做 但我看着她们那么困难 我只是想尽我所能 去帮助她们 我忽略了你们 我忽略了我作为婆婆 和奶奶的责任 我看着她 心里的愤怒 开始慢慢消退 我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婆婆的错 这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一个需要我们共同面对 和解决的问题 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轻声问道 我的声音不再那么尖锐 而是充满了期待 婆婆看着我 她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但这次她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希望 我们可以的 我们一起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点了点头 虽然我知道 前面的路不会容易 但我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面对 愿意沟通 没有什么事 我们解决不了的 我伸出手握住了婆婆的手 我们一起走进了检查室 准备迎接女儿的检查 也准备一起面对我们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家的气氛逐渐回暖 婆婆的变化 是显而易见的 她开始更加关注 我和女儿的需求 同时也在努力寻找 帮助弟媳家庭的合适方式 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一天下午 我坐在客厅里 婆婆拿着一本笔记本 走了过来 她的眼神里 带着一丝期待和紧张 我有个想法 她轻声说道 然后把笔记本放在了我们之间的桌子上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制定一个计划 既能帮助他们 也能确保我们自己的家庭不受影响 我看着她 心里有些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婆婆这么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 我翻开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的想法和计划 包括为弟媳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以及如何合理分配家庭资源 你真的认为这能行吗 我问道 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但更多的是希望 婆婆点了点头 她的眼神坚定 我知道这不容易 但我愿意尝试 我不想让过去的错误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点了点头 好 我们一起努力 接下来的几周 我们按照计划行动 婆婆帮助弟媳找到了一份工作 而我则负责监督家庭的预算 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照顾 虽然过程中有摩擦和挑战 但我们都在努力适应和调整 一天晚上 我们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 这是自从那次医院事件后 我们第一次这么和谐的共进晚餐 婆婆看着我们 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很抱歉以前的行为 她轻声说道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我握住了她的手 微笑着说 我们都犯了错误 重要的是我们愿意一起改正 女儿在摇篮里咯咯地笑着 她的声音清脆悦耳 仿佛在为我们的家庭和解喝彩 婆婆的眼里闪烁着泪花 但她的笑容却是那么的温暖和释然 那一刻 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幸福 我们的家庭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最终我们选择了理解和原谅 选择了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知道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就没有什么是我们克服不了的 他们的阳光 感谢观看